3月24日刚吃过中饭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民族寄宿制完全小学 四年级四班班主任 才让吉老师就去车来到学生松吉家的家里 正趴在地上写寒假作业的松吉家 看到老师进门 赶忙拉住老师询问自己不会的难题 在疫情期间 学校推迟开学 并采取了上网课的教学方式 才让吉每次上网课的时候都会发现 总有一些学生无法参加 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才让吉班里有50个学生 有11个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上网课 才让吉就去到他们的家里 有条件的家庭就教他们如何使用软件 没有条件的家庭就送学入户 最远的学生家里要开车走上一天 在每一个学生活都没有见到 请祝福开车回家里 结束了送学入户的工作后 裁让吉回到了他的宿舍里 那里还要等待着他的三名学生 学生着改裁让 已经住在班主任裁让吉家 连续学习了两周时间 与他一同留在班主任家学习的 还有同班同学李毛佳和多杰仁增 因为家住牧区 没有网络并且交通不便 为了不耽误学习 他们恳请在老师家里借宿读书 就这样 裁让吉陆陆续续带回了五个孩子 与他们一家三口 在三十平的宿舍内同吃同住 因为我们的家里借宿umer 我们对于厄良人赢领 而是我们的家里借宿和 再留着一家电视 那就还有 这 δ败 你不能祝福 你不失去 我们便想带着 被启动 才让吉老师说 这些孩子我已经带了四年了 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为了不落下一个孩子 我愿意多跑一跑 利用自己的时间 来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困难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在疫情防控和校园安全措施 落实到位的前提下 青海省小学特殊教育学校 原则上从3月25日至31日陆续开学 才让吉老师说 我们从2月19日就开始学习 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并做好了备课工作 新课本都已发放到 每位同学的书桌上 就等着学生们到校上课了